亚运会乒乓球女双四分之一决赛 七岁影杀王曼玉出局后 陈梦与王一迪竟然输给了印度的木克级组合 让人大跌眼镜 让人感到了不可思议 至此 本次比赛国评女双无人获得奖牌 创下了历史最差战绩 那么 马林肯定首当其冲了 作为女队教练 这是闹哪样 输给日本的年轻组合后 又输给了印度组合 谁能想到 观众想不到 队员想不到 马林肯定也没有想到 因此我们看到她在场边猛了 咋回事 不是刚拿了女团冠军吗 然而赛场就是这么难以预测 你之前赢了不代表能一直赢 女双无人奖牌堪称耻辱 马林与国评女队要总结了 要知道 明年就是巴黎奥运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